好了,来了啊,下一场比赛,Duck对阵Seed 我们来看一下出生点位 这边,橙色的重组选手就是来自于SKTY现在炙手可热的重组选手之一 Duck 是出在了左上方的10点钟的位置 而左下角,蓝色的神族选手就是来自MVP战队的最水GSO冠军Seed 他是历史上GSO最水的三个冠军之一 一个是杰克基,一个是Seed,还有一个Sniper 这三位选手啊,他们可以变成最水的三个冠军 一个种族一个 水果饭子,水果饭子还真不水 水果饭子是第一届级级级守冠军 你们怎么能说他水的 最水还是这个,这几个人你知道吗 Duck选择了一个提速狗开啊 而Seed选择的是一个单并应开局,没有问题 有观众问我DuckDuck水不水 DuckDuck打风暴还可以,打星际有点水 在欧洲混了个冠军之后跑回去打风暴了 他打风暴打得还可以,那个DuckDuck DuckDuck以前是不是叫斐纳里啊 是斐纳里对吧 是斐纳里吗,就是打9-1,把9-1打成公共那个 好,两条小狗,看到提速狗了 这边也是出两条小狗啊,逼你不能2GD开那么早 看到一个提速狗,Duck的这个运营方式非常的贵 好,看到2GD了 我看Duck做好应对吧 现在这个局面,其实从开局上来说,Duck是有些吃亏的 而Seed的开局问题不是很大 不过好在Duck只出了两条狗啊 也没太影响他的经济,自己也三开了 提个狗速,然后直接三开 这张图其实很多人会选择那个蟑螂带火蟑螂的一波 因为这个图神族的正面的防守面积比较大 不太好放立场,也不太好放炮台 现在在炮台削弱之后,这个蟑螂带火蟑螂一波很厉害 Duck选择了提防子的速度 很稳啊,Duck选择了 先提个防止速度 确认你不要阴我 好,小哥先跑着 防止速度提好,就直接到你家里面走一圈 看到你的VS科技就行 这样的话判断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好,提速房子进来走一圈 啥都看光的 VS科技 确认 然后这个时候房子就在旁边看你是出凤凰还是出先知 被看到了就直接出凤凰吧 出先知没有任何的意义 直接出凤凰啊 反正都看到了 反正都看到了 那就这样吧 Duck趁这个时间就开始疯狂的补农民 还做一个建筑学 不让你轻易的飘使徒 这个Seed的这个使徒的飘的时间有点飘 但是Duck这边也是补了一波狗啊 所以问题不是很大 看会不会被卡位置 Seed的不敢进去看到提速狗赶紧跑 Duck这个打法其实挺钢丝的 不能有任何的判断失误 补农民和补冰的一个时间啊 都要做到恰到好处 要不然的话可能就会很吃亏 因为现在虫卵是非常吃紧的 分一条狗看看你三级地有没有开 好,确定没开三级地 只要没开三级地 Duck就不慌啊 不慌 慢慢给你运营 他已经通过自己运营啊 把整个局势已经慢慢的搬了回来 好,压一波跑 Seed的这波压制的timing还是不错的 而Duck这边是直接出了一点蟑螂 看能不能卡住这个位置 Seed不敢去啊 他因为看到有蟑螂了不敢去 这波使徒飘不到太多东西了 只能够拖多时间 没有任何的卵用啊 这波使徒 蟑螂狗打使徒还是很快的 Seed要打一波了吗 他又补了三个兵 他感觉要一波了 Duck直接虫洞一波 两个人都在想一波的这个战术 哟哟,烧兵 好,立场隔一隔 开个炮台 废了四把立场 好,切下来了 虫洞要来了 但是对方没开三基地啊 你这个虫洞不一定打得下来啊 还没看到 哎哟 十一个蟑螂 对方全使徒 还是有可能打死 点下去了 点下去了 来不及了 Seed还没反应过来吗 看到了 哨兵赶紧回来 但这边没有水晶呢 这个没有水晶呢 这怎么办 这使徒在走什么 这使徒在走什么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使徒 哦,这里还有两根水晶 还行 这两根水晶还行 还有点说说 先把女皇抬起来 达克现在刚正面 就跟你刚 远远不断的蟑螂再往外顶 女皇很多 这立场放的还可以 但是没有炮台了吧 继续到台 后面的追裂 Seed有可能挡得住哦 达克 继续换不过了 脱农米 再出一波兵 两根就刚这波正面 就刚这波正面啊 啊,还在出蟑螂 因为Seed也是想打一波的 所以他的兵比达克想的要多 他并没有开三基地 现在就硬挡啊,硬挡 凤凰继续抬 又出了几个蟑螂 Seed的三基地非常非常稳 擋住了 他下面又出来了一些 夺线蟑螂拆基地 再点虫洞 大可这个虫洞就不停了 肯定一波到底 西特现在建筑学有点坑自己 赶紧出来 继续的抬 继续的抬 看能出多少蟑螂 看能出多少蟑螂 先点虫洞 先点虫洞,漂亮 立场还有没有 有一把立场先隔一下 凤凰没能量了吗 开了一个炮台 这次交换农民数量 Seed的被控制到了39个 大可还有52个 还有52个 打得非常的惨烈 这一步 哦,没看到 再来一个虫洞 完了 这虫洞就没停过 节奏太快了 这个虫洞 真的是没停过 又出了五个女皇 他女皇也没停啊 他打个基本功 到底有多好 他在这样硬钢的时候 他的整个运营 是完全没有落后的 家里面 在疯狂的死农民了 Seed的现在 就算守住啊 他的经济 已经不能占优势了 下面不知道有没有点虫洞 农民已经被偷光了 在没有注意的情况下 农民被偷光了 又点虫洞 现在就冲动不停 跟你强行换 C的经济已经受到了重创 只有24个农民了 还是基本功 大可就用自己 连绵不断的重动 永远都在你的脸上 现在就算挡住也没用了 因为没经济了 没经济了 没经济了 没用了 挡住也没用了 这节奏太快了 在将近五分钟的时间以内 进攻是连绵不断的 没有停过 大可现在的ZVP啊 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弱击了 不是重裙之心那个弱击了 他现在把虚空之夷的很多 优势啊 他自己的优势都发挥了出来 现在只要张浪污脸了 他的基本功真的很好 你看他ZVP就知道 再无脸 女皇出来 随便你怎么挡啊 随便你怎么挡 我有女皇 他女皇一直没停着造的 一直不停的在造 不停的助卵 这个其实挺难的 好砸一下 走火炸狼 也敢站在火中做自己 哎呀好屈辱呀这种 被跳舞了 激进 三比 哎呀我果然是专业解说 一上来就预测正确了 SKTY3比1的比分 最终是战胜的MVP 好那今天的转播就到此结束了啊 我休息去了 昨天起来太早了 转播不动了转播不动了 睡觉了睡觉了 睡觉了 好了啊 好了 各位观众拜拜 拜拜 我休息去了 然后明天再来转播 明天下午5点钟再转播啊 明天下午5点钟还有那个SKTY1的比赛 明天下午5点钟 明天明天早上就没比赛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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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